美食如果能够持续经营 经过时间淬炼 有朝一日也会成为知名老店 在台湾谈到鸭肉 很多人想到新北市金山温泉老街 但金山可不只有鸭肉 在这还有许多的美食老字号 像是传承三代的这间普肉店 老板姓朱 从祖母那一代算起 开业已经70年 古法制作的普肉还有红烧猪肝 可是许多人来到金山 念念不忘的古早 好滋味 来到金山金包里老街 有名的除了鸭肉之外 这家小小的店面 每逢假日 总是挤满掏客一味难求 要来吃的就是补肉 特别入味 所以吃起来滋味特别浓 非常非常 我们就是牧名而来 又香又甜又甜香 这个很有特色 远从大陆来的观光客 说什么一定要来品尝看看 炸的酥脆滋滋作响的骨肉 这可是飘香70年 第三代的老板就是他 朱慈舟 说自己甚至不如别人好 但是感谢爸爸给他非常挑剔的美食嘴 从日剧时代 朱家就在金山从事餐饮业 传承到了父亲这一代 还特别到了万华拜师学台菜 发扬朱家的厨艺伴斗 成为伴桌界的天王 一天两三百桌是常有的事情 而补肉可以飘香一夹子 当然有它的美味秘诀 我们是用鱼鸡肉或梅核花肉 再去腌制的 用中药 还有一般我们调味粉 对 要腌制什么呢 要腌制 至少要腌制一天 一天 别让骨肉外皮酥酥脆脆 入口即化 就得要趁着大火热锅 快速地把骨肉入锅油炸 这得要不怕烫 因此悄悄负责 炸骨肉的朱拉板弟弟 手臂一堆油烫的伤疤 习惯了 习惯了 对 好像骨子丁一样 排旧口味的骨肉 鲜甜的肉汁 全部锁在粉浆里头 沾上特制的梅酱吃下 越吃越香 不能错过的古早味 还有红烧猪肝 以前吃猪肝 是有钱人在吃的 以前大家 比较没有东西吃 这猪肝算补品 有时候客人来点这道菜 他们都知道 一定会等 不好做 坚持一锅只做一份 才能呈现猪肝的美味 先热油快炸肥厚的猪肝 鲜味用热度封存在里头 起锅之后 用葱 姜 蒜来爆香 加入特制的酱料 大火快炒 猪老板的红烧猪肝 饱满多汁 而且又很入味 完全不干柴 今天年的竹笋 还有熬制多时的鸡汤 当做汤底 加入爆香过的红葱头 增加甜咸香味 接着把炸过口感扎实的 芋头和米粉 倒入一块更煮 至于鲨鱼肉 等到最后裹粉 油炸之后再入锅 来上一碗 够味又很暖味 到现在猪妈妈 还是几乎每天 都会来餐厅帮忙 但其实猪家美味 传到第二代之后 一度失传 因为猪老板从小 最不想做的 就是餐饮业 都会想逃避 有点吓到是不是 别人放假再晚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工作 那我就一直 对这一行蛮排斥的 从抗拒到接受 愿意回到家乡开店 猪老板说也奇妙 好像命运自有安排 一场大病改变了 猪老板的人生 检查结果是恶性的 那我妈一直去求 我们这边的妈祖 她以前就是蛮照顾我的 后来就是医生 台大医生开刀进去的时候 结果一看是良性的 但是已经切除很多地方 怕说影响很严重 那我就说既然妈祖 把我这个命留下来 那我就是回来这边 可能就是叫我回来 接这个事业 人生没有写好的剧本 猪老板从没想过 十五年之后 会再回到金山 立志找回记忆中的好味道 回来的时候是靠自己记忆 再把它 把这个味道抓回来 他会帮我试味道 帮你试味道 对啊 而且有些东西 怎么讲 他有些私房菜啊 做一做我觉得 可以拿到店里来嘛 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很好吃 出去或干嘛 都会先想到家里 他说走遍了世界各地 最不想离开的就是金山 最爱的就是家人 接下了传承美味的担子 猪老板说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跟家人一块工作 母亲陪着他一块找寻古早味 多了 这一切 请猪老板说 我本身感受到了 请猪老板做